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彦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39分 跌45点 45点不多 今天最多跌了104点 连涨6天之后 今天终于出现回档 这是给你机会 这是给你机会 行情有来你要积极掌握 没有太多的时间 没有太多的时间 今天OTC跌更多 今天OTC跌了1.4% 整个亚洲股市间台北股市跌最多 昨天欧美股市涨翻了 真的是涨翻了来形容 你看昨天德国大涨4.9% 法国大涨4.8% 英国大涨4.8% 法国大涨7.5% 法国光是这六天时间而已 已经飙了20%了 20%相当于台北股市涨了2400多点 将近2500点 我们才涨600多点而已 大家又怕到没 吓到已经没信心了 肩脉压很重 我估计今天融资应该会大减 散户越害怕 行情会越强 昨天道琼一开盘就是1600点 为什么 因为昨天 美国的辉瑞药厂 跟德国的BNT药厂 合作研发的疫苗 传出好消息 因为针对4万多人做的实验 第三期的临床收到很好的效果 90几%的都有很好的反应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让市场看到一线曙光 因为今年以来整个疫情压着全球喘不过气 尤其最近又开始高涨 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了 全球5000万人了 光是美国都超过1000万人了 那现在欧洲到处在封锁 那疫苗 有好的疫苗出现 所以大家希望疫苗的出现 能够让一切回归平静 所以昨天欧美股市全面飙涨 涨翻了 可是你要知道 到底在涨什么东西 我简单念给大家听 昨天美国股市主要在大涨的 银行股涨13%到21% 美国运通大涨21% 那JP Morgan 美银 美银 花旗 富国 分别都大涨10%以上 因为疫苗如果能够问世 那么很多商店很多公司 就可以免于倒闭的问题 那银行就不会有过多的呆账 所以昨天银行股飙涨 那昨天石油也大涨10% 但这里面也有 沙奥地阿拉伯 可能会进一步减产的问题 那油大涨10% 昨天石油股也分别大涨12%到15%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涨最多是这两组 那另外福特汽车 通用汽车分别大涨3%跟5% 波音涨11.8% 可口可乐大涨15.5% 可口可乐是因为有并购案 并购价格谈得还不错 所以大涨15.5% 昨天Starbucks涨5.7% 迪士尼大涨11.8% 因为迪士尼在世界很多地方 都还没有正式营运 还是被疫情给拖累 那如果疫苗能够有 让全世界恢复平静 当然是利多嘛对不对 昨天反而辉瑞制药 大涨7.6% Moderna大涨7.3% 这是昨天美国股市大涨的内容 那反而 昨天科技股的部分 Room大跌17.3% 网飞大跌8.5% Room是大跌17.3% 网飞大跌8.5% 亚马逊跌5% 苹果跌2% 微软跌2.3% AMD跌3.2% 灰达跌6.4% 特斯拉跌2% 所以昨天美国的科技股 是比较弱的 科技股是比较弱的 呈现下跌的 疫苗出来难道对于科技股不好吗 疫苗是让全世界能够恢复平静 它没有分对谁好对谁不好 那为什么科技股会跌 因为市场前只有一笔嘛 之前传统产业被疫情影响 又先去炒作那些传统产业嘛 所以不是疫苗出来对科技不好不是 而是资金排挤效应 只有一笔而已 可是这是短期现象 懂我意思没 因为当一切平静好的还是好 比较差的还是比较差 传统产业永远没有办法跟科技比嘛 所以科技股短期的修正 这是短期现象 回归平静之后 真正赚大钱的还是科技股 所以这是有优先顺序 资金排挤效应的 所以你不要把科技股看得太悲观 看得太坏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就看不起了 因为资金排挤的效应 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美国股市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不会只有三两天 昨天 纳斯达克费成办法体 资金排挤效应 分别小跌1.5%跟1.2% 也不会这样结束 我给大家看过 美国历任总统选后 都是大行情 所以行情不是这三五天而已 不是 我已经给大家看了两个礼拜了 选前胶着选后大涨 对不对 之前行情在闷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告诉你 很多都说川普选输的话 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没 谁赢谁输 方向只有一个 而且是大行情 你看前一次 前一次是川普跟希拉蕊的选举 前一次是川普跟希拉蕊的选举 对 我们看前一次 对在这里啊 105年11月 有没有这里 选前胶着 选后你看涨成什么样子 选后涨成什么样子 对再往前 这里 101年 选前胶着 美国在这里 选后是不是也大涨一大段 所以立任美国总统选后 都是大行情 所以绝对不会像这样 起五天起六天 没有 这是一个大多头 有来有下来 赶快掌握机会 赶快掌握机会 有来都是好期啦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 南韩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尤其新加坡大涨3% 因为新加坡今年被疫情搞的 你看 你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是 三月下来就上去了 对不对 新加坡 三月下来之后 上不去啊 所以新加坡今年被疫情搞的很乱啊 那现在有疫苗出来了 所以这一波新加坡也涨得很凶 所以这是有先后顺序跟原因的 那台北股市今天也是一样 大家都疯狂在杀电子股 今天最弱是谁 今天最弱是防疫概念股 今天最强呢 你看今天2610 华航涨停 2618 长龙航空涨停 很多人就去抢华航跟长龙航空 昨天下午长龙航空才发布第三季财报 亏损 持续亏损 那持续亏损 正好遇到疫苗出来 反而一开涨停板 今天包含 今天包含熊市旅游 今天包含熊市旅游 也是一开涨停板 熊市旅游一开涨停板 熊市旅游很惨啊 这次被疫苗搞最坦就是熊市旅游 你看业绩是比去年衰退快九成啊 几乎是没生意可以做 第二季亏损了2.9元 第三季应该也差不多 那结果疫苗出来 今天一开涨停板 大家去唱 怎么这么快 没那么快啊 对没有那么快啦 你看上个礼拜 有记者问陈时中部长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让大家能够自由到世界各国去旅游 陈时中部长就说啦 没那么快啊 明年底看有机会 每年底看有机会开放喔 所以你不要因为疫苗消息一出来 然后就认为哇整个全世界太平了 今天大涨的只是一时消息的状况 你不要认为它会涨很远 今天跌的也是一时的短线状况 你也不要认为它会跌很深 个股才是重要的 你看今天防疫概念股 受到疫苗出来的影响 恒大跌停 热硬跌停 大家想说疫苗出来了 不用做防疫了 那你可就错了 你知道依照辉瑞的官方报告 疫苗效果虽然很高 最快今年底 会生产五千万剂 五千万剂不是一个人打一只就算了 正确是一人要打两次至三次 那个效果才会开始出来 所以五千万剂大概可以让 一千五百万人到两千万人使用 最好的状况是明年底2021年底 能够提供13亿剂 能够提供13亿剂 那如果13亿剂的话 大概有四亿人可以用 可以打 你知道美国有多少人 3.3亿 德国有多少人 八千六百万 光是这两个加起来就四亿了 所以辉瑞他们最好状况下 明年底13亿剂 美国跟德国就用完了 其他国家还不见得买得到 对不对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英国马上向辉瑞下订单 三千万剂 什么时候拿得到 不知道 搞不好明年第一剂 搞不好明年第二剂 搞不好明年第三剂 不知道 好吧 就算三千万剂拿到了 也是一千万人可以打而已 英国有多少人 六千六百万人 只有六分之一人可以打而已 所以不会那么快就落幕 露出一线曙光是好事 可是该做的防疫工作 还是要做 你看昨天 拜登上来之后 拜登推出了抗疫政策 成立专家小组13人 那如果疫苗允许的话 所有美国人免费施打 然后重新再加入WHO 更重要的 全国强制戴口罩 全国强制戴口罩 之前川普几乎是没有在做防疫的 所以美国的防疫怎么样 现在才刚要开始做 美国的防疫是现在才刚开始做而已 因为疫苗什么时候可以打真的不知道 那不能让它扩大 所以美国 川普现在提出来 全国开始强制戴口罩 那你说口罩利空吗 那可不 真正的需求才要出来而已 防疫干领股真正的需求才刚要出来而已 因为拜登的防疫政策 才刚推出来 全国强制戴口罩 所以你不要因为今天消息上的关系 然后就认为防疫干领股不好 没机会 那你可就错了 这都是短期现象而已 尤其恒大今年美股获利 起码22块起码 所以这打漏之后 你不要看败 漏之后很快就买起来 那涨高的像 豪宅这起码都不 涨太高了 就没话说 对不对 修正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泰博 价钱贵了些200多块 可是热硬 九十几块而已 前三季就贪14块 今年全年应该18到20块钱 股价才九十几块钱 还真够低 所以这个修正一下 一两天也是又白起来 所以千万不要把防疫干领股 那么快就把它看坏掉 千万不可以 因为疫苗真的没有那么快 加上美国的防疫 现在才刚要开始 所以这个盘有蹬下来 今天OTC叠比较多 OTC叠比较多 OTC叠比较多 1.4% 今天涨的 不一定会咕咕噔噔噔 今天叠的 不一定就会沉沦下去 真正重点还是两个 我一直跟大家讲 大盘你就不用担心了 大盘是一个大趋势的多头 刚开始动而已 现在交点两个 第一个财报 第二个外资作帐 你从这两点出发去找 财报的部分买底部的基优股 不要去推管 你看联发科 对包含4966普瑞台积电 总体的管店嘛 你还要买这五号啊 贪不钱啊 你还要买底部的 你要买低不买高 这一点永远要记得 也不用去做投机股啦 有很多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在底部 对这两天最明显的原项 今天原项跌 我今天本来一开盘 开盘前就叫会员 开高先卖 就连高都没开出来 本来要做点差价 那少做一次无所谓啦 今天打下来 买你还要紧张 下来你要赶快买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跳空跳空倒行反转 这是最强的反转讯号 你看公安料队 从166以下飙到昨天208 那今天被打下来 打下来好啊 买得轻轻 像这种打这么大的底 不会短短五六天就结束 它绝对是一个超长破断的多头 绝对是一个超长破断的多头 所以像国具这种原项这种 610精策也是啊 你看今天大盘跌成这样 它才落三块而已 所以这也是底部的股票 我对655就开始讲了 对不对 这个随时730过就冲出去了 你看外资也是连买五六天了 外资专门买这种底部基欧股 今年每股获利应该有28块 28块钱的获利 创历史新高成长60% 风关价是1030啊 现在才在700多块钱而已 所以这后边也是会充的 所以现阶段你要找这种财报好 股价在底部的 你找这种一定贪大钱 找这个做一定赚大钱 中股票很多啊 就国贡票很多 国具也是啊 你看今天国具是不是很强 电子股很多卖压很重 国具赶宽撑住平盘 再创高394元 国具我们对贾开始讲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因为我看不到你有没有做 我一直鼓励你买 今天394了 394我们324买的 70块钱啊 70块钱小意思啊 外资已经喊到540 我看不止了 太阳诱链跟春天资助所 已经涨到相当于国具 560元了 国具今年每股获利30块钱 去年才16块而已 今年才30块 获利翻一倍 去年封关价格 738 现在到388就了 388就了 那有这种事情 获利翻倍股价低于封关价格 获利越好股价越高嘛 怎么会获利越好股价越低呢 所以这后边 外资会满四 外资喊五百四 我觉得不为过啦 那至于实际上会涨到哪里 那交给市场决定嘛 反正我们买这么多了 不怕了 我们一定贪大钱嘛 那你想如果从 320 涨到 540 二百多块 七十几%呢 是不是能够赚大钱 对不对 国具无法得掉 那国具本身也是什么 也是外资作账的概念股嘛 外资持有国具41% 市值大概770亿 虽然说占%不高 占个股的持股%不高 可是金额很大 金额很大更重要啊 对不对 所以外资 接下来作账重点 国具一定是里面一支的啦 一定是里面一支的啦 所以除了财报以外 外资作账 这是客不容还的 外资作账 这是客不容还的 虽然两个星期 前我有开始一直说啊 外资今年业绩太烂了 最后两个月要加紧赶工 没法让我们当掉 今年又要当掉了 那外资账账账账 因为时间客不容还 你如果说时间还有半年 它可以到处去乱买 那剩下两个月而已 没时间啊 要把净值 要把今年绩效拉上来 它一定是针对重点的股票嘛 高持股的 股价在低档的 你台积电连发科这楼 已经这么高了 你像台积电 像台积电这种这么高了 锯了没法度锯了 联发科这高了 它也没可能锯了 对 2308台达电 这么高了 它也没可能锯了 所以它一定是买底部的嘛 那个报酬率才会上来嘛 所以两个礼拜前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外资作账重点股在那夹里面 我经理三天的资料 都在里面 外资的股票 都在里面 你看第一档我点名就是日月光 仅次于台积电 持股71% 你看日月光最近有凶吗 我说两星期了 在外资还没开始买的时候 我就预告了 外资接下来会买日月光 有买吗 我对五十八、六十、六十一、六十二 我就开始一直讲了 今天已经七十一块半了 你看光是十一月份 外资一直买日月光 买八万几张啊 所以有时候 你不需要看到人家做 你才发现 你可以事先就先兵器推演 未来可能的状况 你才能够掌握先机嘛 日月光外资一边买一边化 已经涵到八十八跟九十五 我认为会来啦 因为日月光今年一股 能够赚六块钱嘛 今年一股应该能够赚到六块钱 比去年成长六十几%嘛 那去年封关的价格 去年封关的价格是在83块钱嘛 去年封关八二三 到目前为止 获利成长六十% 股价还比封关价低了十四%嘛 所以起码我封关价值上面 都没问题在 所以外资涵八十八九十五 那会来 那会来 日月光 以后有底部的剖刀 开始在刷这未来的 我一直想要下来再加码 下来再加码 那就未来啊 未来就会冲啊 我们还要找 跟日月光同样的枸票嘛 所以现在就算这两个 财报 财报 外资作帐 你对这两点就要找 后面两个这两座的枸票 会贪大钱 尤其是外资作帐这座 会贪大钱 整整两个月的大多头 整整两个月的大作帐 我们都在这里啊 对 你仔细看 有没有 都在这里面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你看这里的股 有没有 连电也是在这里面 可是涨高的不要去碰 你看以金额来看 外资持股金额高的 像中信金 外资也在大买 玉山金 有没有 开发金 第一金 都是外资最高的大月的股票 都是外资最厉害大买的股票 有没有 一堆金融股 新光金 富邦金 国泰金 台硕 南亚 台化 外资持股都 1300亿 1700亿 1300亿 所以外资买 不是没道理的 你看台硕 你看台硕 这个是没有开心的表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台化 是没有开心的表 对 对 1326台化 是不是都在这张表格里面 是不是都在这张表格里面 台化 台硕 南亚 富邦金 国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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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金 想说在这里面 我两个星期已经开始跟你说了 在外资还没开始买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你预告了 预告完之后眼看着外资一直加码 人家外资不在乱 他在做任何事情早就盘算好了 就是因为年底做账 不赶快拉台绩效尾塞 不然会被当掉 不然会被当掉 你往这方面去找很多能够让你赚大钱的个股 很多能够让你赚大钱的个股 很多能够让你赚大钱的个股 我们看今天其他一些重点股 国泰金 国泰金 成交量9700张 比昨天4100张 增加了一倍 要开始买了 昨天已经发布了 12月23号减资 1月4号 新股上市交易 同时 前三季EPS 6.84元 6.84元 现在是 目前七个建案 入账时间 能不能赶在最后两个月 如果能够的话 那今年有8块钱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离开到明年 起码3块钱 顶到达在 所以国具 简直实际变成出来之后 会开始顶当啊 会开始动了 你看今天 新光金 富邦金 国泰金 这个就是外资作战的重头戏 绿岳光我讲过 就不太多说了 旺宏 这也有机会 这今年业绩太好了 外资喊到41块钱 这水蟹叮当 因为外资钱还没进来 我没办法嘛 我又不是主力 等到外资资金归兑之后 就开始去啊 历程也是 历程在外资持股里面 也是高达55%的 今年获利也创历史新高 群联 现在外资花到48块钱 48块小案子啦 我刚才有开始跟你说了 外资花到48块 有外资金归 最近外资 是不是一直在加吗 群联 这个指标高了啦 待会外资金归兑之后 等它下来再买 今天电子股卖要比较重 平盖股卖要更重 大力光间小涨 郁金光间小跌 郁金光 10月营收衰退11% 因为大陆10月第一周 国庆假期嘛 对不对 国庆假期放了一个礼拜假 所以业绩掉6%到10%都正常的 这没差啦 这个外资喊780 随时都会起跌 随时都会上当地 你看今天金车就很强啦 我刚刚就讲了 这随时也会穿出去跌 稳帽 也是外资作涨重点股 外资持股52% 这有软的金举 未来两年 都十分抗好的个股 原相我刚才讲过了 有软的金举 这庆余的股票 涨到年底的股票 所以航行其实很清楚 你要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找外资作涨 这最重要 财报利多 这是短期两个礼拜的行情 我这个礼拜 礼拜六 十党外资作涨标股 我现在已经开三支了 日月光国具文帽 另外七支 还另外七支 还另外七支 外资作涨十大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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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做这十支就对了 不必要一千六百佳 看得不清楚 重点外资全力锁定的十党个股 你对这里来的 轻两支三支四支做就好了 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现在推出 外资作涨50机抢 外资作涨50机抢 可能你会听到 50机抢是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说 要抢未来两个月 有机会涨50%的股票 外资作涨未来两个月 有机会涨50%的股票 就是抢这 涨50%的机会股 抢会涨50%的机会股 所以叫外资作涨50机抢 50机抢 在部队来说 兵器有分轻兵器跟重兵器 像手枪部枪属于轻兵器 那武林机枪 护极炮火箭筒 这属于重兵器 现在航行在大航行 你是抢小短线没意义 你要配合大航行的来临 美国总统选后 都是走大多头的航行 来赚他一票大的 赚他一票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推出 外资作涨50机抢 带你一起抢 未来会涨50%的股票 带你抢 未来会涨50%的股票 你也可以一起加入 我们的会员行列 一起来 外资作涨50机抢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以往就继续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